这地方把它输入完 输入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比较特殊的 我想前面这两个应该没问题 硬扯 败扯 秀扯 这个应该没问题 主要是Long Long后面 当然你不加L跟加L 结果都一样 那F这个一定要加 如果你没有加的话呢 它会出现 错误 那特别注意呢 在Eclipse里面很聪明 它会怎么样呢 你把游标放在上面 它会告诉你答案 为什么呢 形态不符 无法从Double 转成Floach 有没有 那怎么办呢 两种方式 它还提供给你两种方式 一个是怎么样呢 加F 一个是它帮你转 转成什么呢 转成Double 另外一种是怎么样呢 将强制转型 新增至Floach中 这个方式有没有 这个叫强制转型 强制把这个里面的Double的值 转成Floach再给它 这就强制 那当然也不用那么麻烦 最简单的方式怎么样呢 直接在后面加一个F就好了 特别注意 这个是如果你宣告成 资料型别是Floach的时候 会有这种问题 再来 底下Double应该也没有问题了 比较会有问题是Chart 我前面有讲过嘛 当然你 直接可以输入什么呢 输入一个C 这个就直接输入了 C 那你可不可以输入CA呢 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个Chart 只能一个字元 不能两个字元 两个字元 你就要再重新宣告 这是第一个 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怎么样呢 显示我自己的名字 比如说 显示5 那你怎么知道 你的5 比如说呢 unicode 所以斜线 前面有讲 对不对 那可是unicode呢 我怎么unicode的位置在哪里 5433 就是我的 就是5 那为什么知道呢 其实可以用一些辅助工具 在那个 这个工具 造字程式 造字程式其实 它有个功能 可以造字之外 在视窗里面有个参照 这个我 之前会造字 然后参照里面呢 假设说你要查某个字 它的位置在哪里 这边就可以查 5 有没有 然后 这边就可以看到 5433 这就是unicode 它的位置 那就把这个字呢 把它放到那里面去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 如果说 我今天我要 第二个 我的名字 亲 6105 那假设说 我今天 我要把6105 再加到里面去的话 怎么做呢 实际上也是一样嘛 我这个地方 在底下呢 再建立一个什么 chr chr后面的话呢 c1好了 c2好了 等于什么呢 再一个 单引号 单引号 然后u斜线 多少 6105 6105 6105 610 所以这边 6105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把你的名字输出 那输出 这边注意呢 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在哪里 在这里 加什么 有没有 c2 好 字形 有没有 又多一个字了 那再来呢 一样 我如果说要再找 8fed 那一样的方式呢 我就直接在这边 再建立一个chr 那名称當然不能重複,它會偵測到8FED 那我想等一下你們就練習就是把自己的名字把它秀出來好了 那一樣,這邊再把它加什麼C3,這樣就可以了 把自己的名字秀出來,這樣子了解字緣的運作 那你會發現字緣,不管是中文或英文的都是兩個by字,儲存 那你當然也可以,這裡的話我想你們試試看,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了解那個資料的基本的一個運作的方式